對於據報5個香港人7月偷渡去台灣尋求庇護 目前被台灣當局扣留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近日說 香港警方已經向台灣查詢 陸委會說今天已經回覆港方 沒有辦法處理相關查詢 從媒體報導得知的相關訊息來詢問 我方無從處理 邱瑞正也重申不會對外界的全測 或者針對個案加以說明 也不接受憑空想像製造的指控 另外針對陳同佳案 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日前說 台港通關之後將會去台灣和律師見面 安排陳同佳去到台灣自首 陸委會重申已經和香港警務處 建立單一聯繫窗口 不受疫情影響 陳同佳若為確定去台灣面對司法 可以聯繫那個窗口 也強調案件關鍵 在於疑犯的真實投案議員 和港府的責任感